在如今粉圈文化盛行的时代 粉丝和明星的关系就像是水和粥一样 水能载粥亦能复粥 因此明星与粉丝之间的相处问题 屡屡成为大众讨论的焦点 前有宋茜跪地与粉丝合影 后有杨幂全程冷漠怼粉 那么娱乐圈中的明星们 对待粉丝态度的差距有多大呢 今天就一起来进入那些相爱相杀的名场面吧 杨幂一直都是说话比较耿直的存在 在2017年的粉丝嘉年华上 他就将嘴笋发挥得淋漓尽致 当一名署名为蜂蜜宝宝的粉丝上台给杨幂颁奖时 杨幂当场就怼他 谁允许你们叫自己蜂蜜宝宝的 一句话直接将现场的气氛瞬间降至冰点 好在一旁的张大大立马解围 他表示他们只能叫蜜蜂 宝宝是你对吗 面对张大大给出的台阶 杨幂顺势表示 宝宝只能是我 原以为尴尬的场面到这里就结束了 没有想到的是 接下来的场面 只能用没有最尴尬 只有更尴尬来形容 当粉丝拿着锅上台时 杨幂一脸鄙夷的接过粉丝手中的锅问道 这是背锅的那个锅是吗 话音刚落 他便将锅扔到地上 突如其来的行为令粉丝尴尬无比 于是张大大再次解围道 甩锅是吗 此外无论是谈话还是与粉丝的互动 他都表现得非常直白 以至于广大网友怒劈其没有礼貌 不过作为杨幂的粉丝则表示 相爱相杀就是我们的相处模式 事实上杨幂这些年一直凭借自黑吸粉 但没有掌握好分寸的他 不管是在访谈还是综艺里的表现 都让人感到尴尬 这样的行为难怪会被网友质疑 感觉他不爱粉丝 被誉为四千年美少女的居敬衣 就曾因把粉丝赶出电梯 这一世被贴上不尊重粉丝的标签 20年8月有网友在短视频平台发布一段 居敬衣乘坐电梯的视频 视频中居敬衣戴着一层宽大的口罩 和随行的助理一起到达了电梯门口 只见工作人员向电梯里怒吼 粉丝出来 粉丝出来 视频曝光后引发了不少争议 不少网友质疑其架子大 对待粉丝的态度过于恶劣 事实上早在7月份 就有媒体爆出他疑似耍大牌的视频 视频中居敬衣在助理和保镖的互送下 赶往剧组 图中一直用右手将脸遮挡得严严实实 不仅全程跟粉丝没有互动 而且脸上的表情也透着不耐烦 从另一角度拍摄的视频来看 场面更为壮观 只见居敬衣被一重保镖铸起的人墙 护送着前行 还有巨大的黑伞挡住全身 身边的工作人员更是多次 用手指着四周的粉丝 甚至警告其走开 对此不少网友表示 就冲着这态度 不着黑才怪 继吴亦凡从十年顶流神坛上 光速陨落后 越来越多的受害者 爆出各种聊天截图 其中就有一位战姐 脱粉回彩爆料 吴亦凡只收贵重礼物 文中他写道 自己多次意外撞到吴亦凡 带不同的模特回家 不仅如此 吴亦凡还在聊天时 暗示战姐送克罗欣给他 甚至还静儿听到吴亦凡说过 这些粉丝都在送些什么垃圾 面对idol的要求 战姐当然有求必应 然而吴亦凡还因嫌弃礼物 包装袋廉价而拒收 在战姐表明礼物是克罗欣后 他才收下礼物 此外战姐还在文中写道 有一位在机场奶茶店 偶遇吴亦凡买奶茶 就在战姐满心欢喜 以为idol会主动请奶茶时 吴亦凡却对着服务员 连说一连串的no 甚至还用英文表示 我们不是一起的 这让当时的战姐大为震惊 不过这长文曝光后 从侧面也证实了 小吉娜事件的真实性 凭借着青春游泥走红的陈有为 也曾因扔粉丝花 而被骂上热搜 20年11月 陈有为扔粉丝花事件在网上发酵 有为自称其粉丝的人 在社交平台上哭诉表示 自己提前四个小时起来 就为了说一句鼓励他的话 结果却撞见自己送的花 被扔到垃圾桶里 一时间陈有为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不少网友纷纷吐槽其没有心 对此陈有为的粉丝 可谓是炸开了锅 不仅有理有据地澄清 该世系机场保洁人员所为 还列举出其重粉的行为 加以佐证 但无论是何解释 在大部分网友看来都显得格外的苍白 说多了反而像是种掩饰 相较于一陈有为人粉丝花的行为 李文的操作可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作为流行乐坛天后的李文 出道多年 以实力派唱枪在歌坛闯出一席之地 拥有众多粉丝的他却曾因 把歌迷攒钱送的T恤给爱犬穿 而被粉丝炮轰 对此不少网友表示 即使不喜欢也没必要晒出来 让粉丝难堪 同样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还有王欧 20年3月一篇谈粉丝偶像关系的小论文 成功将其送上热搜 文中他对粉丝偶像之间相处模式和分寸距离的定义 分析的冷酷又理智 然而不少观众在知道前因后果后 纷纷吐槽其又当又利 其因就是王欧想借用自己的公众人物的影响力 为妹妹的二手店铺引流 许是因为看的人不少掏钱的人不多 甚至还有粉丝私信他妹妹问其近况 因此烦不胜烦的王欧 不仅写了篇长文还亲自下场怼粉 在王欧的三连怒怼下 有网友爆料称其妹妹的二手店实际上就是山寨货 对此不少网友表示 王欧在明知自己做错事的情况下 不仅反咬一口还踩着粉丝的心 博取大众好感度的行为可谓是一言难尽 凭借着吐槽大会声名大噪的李旦 靠着一张嘴俘获了一大批粉丝的心 然而一场直播中大骂粉丝的行为 一度导致粉丝集体脱粉 事情是这样的 当天有新品要上新 于是黑尾匠就在微博上开了直播 碰巧李旦刚回家 便一块出镜宣传 在直播中他不仅直言不讳的让粉丝们刷礼物 而且还让黑尾匠检查店铺销量是否有所上涨 结果18万的在线人数 销量却只有50件 于是李旦直接表示 不买衣服的粉丝都是垃圾 虽然话里带了一定的玩笑成分 但不少网友表示已经被重伤了 毕竟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早前他就曾说过 买不起的活着也没什么意思 诸如此类的话语 不少网友纷纷表示李旦飘了 不过骂粉丝的明星远不止李旦一个 还有黄旭希 本来被多个女友发聊天记录 实锤睡粉且劈腿的行为就够下头的 没成想他不仅下头 还软饭硬吃 一边骂自己的素人女友 还一边内涵粉丝 甚至当面吐槽女生像粉丝一样讨厌 难以想象 面上看着憨厚老实的神仙idol 背地里居然如此深藏不露 张雪莹依然 5月张雪莹的前后援会会长 在社交平台上宣布脱粉 真实情感的小作文里 饱含了自己一路追星 给idol做数据的不容易 但最令人震惊的 还是她在文中称 idol一家是白眼狼 在晒出的大量聊天记录里 张雪莹工作账号的运营者 下场和群里的粉丝 互骂的对话被曝光 令粉丝愤慨的是这位运营人员 不仅是张雪莹的工作人员 还是张雪莹的姐姐 照理说自己的亲姐姐 为自己操持工作 肯定是尽心尽力 可张雪莹姐姐 不但没有维护好粉丝关系 在下场和粉丝互私的对话里 还充满了浓浓的优越感和愤怒 也难怪继会长脱粉后 不少铁粉也集体脱粉 除了以上这些对待粉丝 比较恶劣的明星外 娱乐圈中也有不少明星的一些小细节 让粉丝备受感动 比如宋茜 在某次活动合影时 为了不遮挡粉丝入镜 即使是在穿着裙子不方便的情况下 宋茜也毅然决然的 双腿跪地与粉丝合影 照片一经传出 网上夸赞不断 这种双向奔赴的爱 也让不少粉丝直呼 这是什么神仙IDOL太圈粉了 不仅如此据网友爆料 在现实生活中 宋茜对待粉丝的态度 也是妙不可言 她不仅十分珍惜粉丝送的礼物 而且见到粉丝时 她总是会热情地上前打招呼 甚至有时遇到粉丝在吃饭 她会不声不响地帮其买单 当然这种自套腰包 请粉丝吃东西的次数远不止一次 早前在参与快本录制时 她就曾为夜排的粉丝点鲍鱼饭 如此暖心虫粉的举动 难怪粉丝发出 始于颜值 显于才华 忠于人品的感慨 除了送倩外 一阳千玺也是圈中公认的虫粉狂魔 在《我的时代》和《我》中 不仅记录了真实生活中的一阳千玺 更是展现出了其虫粉的细节 在生日会前夕 她会利用空余时间手写2600张卡片 虽然每张只有六个字和一个标志性笑脸 但如此真挚的祝福 让粉丝觉得每个字的分量都无比沉重 此外 19年的个人演唱会上 也处处彰显一阳千玺的虫粉细节 当晚现场作物虚席 正儿欲聋的姻缘口号 以及满是红色的首服 让人犹如置身于红色花海里 面对如此盛世浩大的姻缘 一阳千玺也用自己的方式 回馈粉丝的喜爱之情 不仅给到场的粉丝们送上豪华大礼包 而且还贴心准备了手写信卡 卡片上没有华丽的词枣 只有用心的真诚 一句希望多年以后你看到我时 我依旧是那个独一无二的我 即使对粉丝的承诺 更是一种互相陪伴的浪漫约定 真挚的话语让不少粉丝潸然泪下 试问粉了一个如此优秀的idol 粉丝怎能不爱一辈子呢 看完以上片段 不难看出 在声色名利的娱乐圈中 最应该提倡的良性相处模式 就是明星与粉丝之间 都保持着淡然而平等的关系 这种关系似乎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 平时粉丝不会过多关注明星的生活 更不会为了明星天天去空评 但当明星有作品时 粉丝都不会缺席 简而言之就是离生活远一点 离作品近一点 这才是明星与粉丝之间最和谐的关系 好了本期内容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评论区留言 喜欢就订阅点赞我吧 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之間 放入 看 感谢观看